2022赛季中超联赛第30轮由河北队主场迎战北京关子比赛 廖岛刚 看软齐龙他对防守呢是没问题非常积极 现在就看他出去了好球张细哲 在船中找后点张玉宁 没有抢到二点达布罗赶到了右脚 打得太正了 给到右路达布罗他是左脚 所以他得内切进来 看达布罗 看西哲塞的不错 有射门的机会吗没有打王子明 左脚来了 叫球 王子明这脚左脚打的质量还可以 先看这球一点没有抢到 这脚打的质量还可以 球队的绝对的主力 这脚打的质量可以偏的不多 江向右 江向右是有一脚远射的 中路张细哲左脚直接选择了打门 二点还有右脚 又打到了边网上那脚 打布罗赵云宁 张细哲左脚的船中 外围还有阮奇龙有远胜的机会阮奇龙好球阮奇龙 今天打后腰的位置 也完成了进球 这是他自己的中超手球阮奇龙 今天换到了全新的位置 也是证明了自己对于年轻球员而言 就需要这样的比赛 这样的进球找到自己的状态 干扰 我们再来看一下 阮奇龙这个位置 打的是真不错 这个镜头还看不到 感觉没有 应该阮奇龙进球之后兴奋的样子 其实张维像 包括包亚雄 我觉得他未来呢 如果找其他球队的话 也会有机会的 现在这个球做回来不错 阮奇龙这球打得太细了 小伙子不够自信 这没开二度的机会 刚才张维晶这样给他做得多好 还有 又是折射了这个球 有一定的流欢 突然今天 这后防线队员集体发威 阮奇龙进完了之后 刘欢 也打进了他 我们看 做了这样的一个庆祝的动作 看有没有 最后有没有变现 感觉 守门员的判断呢 再看 这个球没有碰到 但是呢 能看到这个球抽的呢 是真漂亮 这球出现了明显的变现 你看这球 直直出去 这球打的力量真大 所以导致门将 彭家俊 他的判断出现了问题 张维宁 这球真有 螳螂 古蝉 黄雀在后 这脚打的是 没有力量 一点 还有机会 阮奇龙来了 二三 没开二度 阮奇龙 这场比赛 两脚都是依靠脚球 打出来之后 外围的远是二点 这脚打的比第一脚 还漂亮 阮奇龙 完成了 没开二度 不知道后边这个位置 会不会让他就锁定了呢 也笑得很腼腆 但是能感觉到 非常开心 三比零啊 这脚连续在这个位置 比第一脚打得漂亮多了 凌空的抽射呀 阮奇龙 谁也没想到 这场比赛 阮奇龙站了出来 再看啊 跟第一个球站的是一样的位置 二点出来 刘欢 传中机会来了 王子明有射门的机会 没有打呀这球 打不罗 还在等 他和立下打的 没有力量 打不罗 张向右带球 吐进来了 给到左路 左边空了呀 没有看到 直接选择了打门 门将有脱手 脚球 一直没机会射啊 再传 今天张 哎呦 这球乌龙球啊 这个球 潘喜明顶的 应该说 对老队员 这球处理的不好 门将也没有充分的准备 再看这个球啊 就完全他的头就结尾 而且这球顶的还挺刁钻啊 我们看这球 直挂死角 门将彭家俊 虽然碰了一下 但是也没办法了 0比4了 陈彦博呢 之前国安预备队 包括打压关的时候 比赛来 应该有印象 这个队员 还是挺有特点的 其实 又来了 打不罗 左脚 一直没机会射啊 哎呦 这球乌龙球啊 这个球 完全他的头就结尾 而且这球顶的还挺刁钻啊 你看这球 有机会 有路 长径能不能打好 这个球啊 没打好吗 打到了侧网上 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没有打进 才能进 场边也说 着急了 这球 确实打到了外脚背上 好 这时候 台北安吹响了 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这样